在2024年的年初 我们把洗滴机评测标准 更新到了3.0版本 从清洁能力 基础配置 利用性和基站能力 这四个大项 60多个细项 对洗滴机产品进行全面的评测 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 洗滴机评测 以一种饱和式的测试 全面覆盖的速度 在迅速的推进 我们陆续完成了 21台洗滴机产品的评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洗滴机的性能排行 从排行榜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 2024年洗滴机的性能差距 真的已经在逐渐拉开 尤其是我愿意称之为 明星单品的云金S2 在今年4月横空发布 也给友商带来不小的压力 云金作为一个非常注重用户体验 不随波逐流的一家公司 它的产品 往往你拿在手里 就能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节 还有像Dreamy H20和H30系列的新品 陆续上市 在防缠绕 防漏液 干燥 自清洁等等方面 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重点新品 包括天可F1的Statch 石头A20 Air和石头A20 Pro 米家无线洗滴机3 Pro等等的评测 让我们越发感受到洗滴机产品的技术进步 和行业整体产品力的提升 所以基于以上的排名 我们重新梳理了洗滴机的推荐 建议大家在选购洗滴机产品的时候 要注意两点 第一 洗滴机产品的性能和体验 已经出现了断层了 那大家在今年选购洗滴机的时候 建议大家主要关注云晶和追蜜 这两个品牌的产品 体验和性价比会更高 第二 如果你犹豫洗滴机机型太多 那优先考虑我们评测的综合评分 7分以上的产品 除了云晶追蜜以外 还有米家天可等等可以选择 天可的产品配置也是比较全面 各种技术都涵盖 性能也不错 米家的产品主打性价比 在同等的性能下 价格会更便宜 那由于我们已经完成评测 并且评分在7分以上的产品呢 主要来自于四个品牌 分别是米家 云晶 追蜜和天可 那我们就按照品牌 来给大家逐一解读一下这些产品 好 首先我们来和大家盘点一下云晶 那目前的云晶只有两款产品在售 首先呢就是云晶2024年的新品S2 那这款产品呢 它的综合评分 位列我们的洗涤机性能拍摩的榜首 测试完的评分呢是8.19分 评计为G标杆 那代表着支店啊 目前评测到性能最好的产品 延续了前代洗涤机产品 SEMAX的外观和配色 外观上呢 主要是底座部分 做了比较大的改变 采用了65摄氏度的高温运干的干燥方式 这样呢大幅降低了传统热风烘干的噪声 以及烘干可能带来的细菌扩散 也让基站的外观啊 更加的小巧和浮游科技感 那云晶在洗涤机结构设计上 也是独树为之 低重心的结构呢 让S2上手非常的轻松 甚至比前代产品还要更轻松 那左右转动也非常的灵活 传动轴呢是分段式的设计 躺倒后还能保持灵活的扭转 绒毛单滚刷的设计 左手拉环轻轻一拉就可以取出滚刷 也不用担心手会被滚刷碰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呢 它升级的L型的双疏尺的刮条 双层交错排列 叠加100%的覆盖率 那在我们实际测试当中 防缠绕的效果啊非常好 也得到了大家的一支好评 那大量长发测试下 依旧可以保持零缠绕 那除了使用体验之外 清洁能力也非常强悍 很合污染的清洁成绩啊 更是达到了96.9亿 自清洁的表现呢也非常出色 测试当中洗涤机清理花土之后 自清洁难以清理干净的问题 在云金S2上 很好地得到了解决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 清理完各种污渍之后 大部分洗涤机啊 会有一点残留的污水 但是云金S2 只需要把操约干直立 就可以自动停止工作 做到没有污水残留 安静模式下 这台洗涤机可以做到水电双续航 这里续航时间呢达到了60分钟 中途呢是不用加水的 此外 固液分离 180度平躺 这些特性呢也都支持 可以说呢 这台洗涤机 是一台体验非常好的洗涤机 而且呢价格也适中 是2024年 毋庸置疑的手推机型 好 接下来呢 那云金的这款S1MAX 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洗涤机 7.53分的综合评分啊 也是我们Top10排行榜的产品 目前的排名第6 那这款产品整体的使用体验不错 日常使用完全没问题 SR上市之后 价格呢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家里打扫频率偏高 想选择一台轻巧灵活 而且清洁能力不错的洗涤机 这台S1MAX的性价比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Dreamy Dreamy的型号是特别多 后缀也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什么Pro Ultra 旋风版 MIX Station 等等 不过呢在2024年 Dreamy一口气 发布了6款洗碟机的新品 主要是H20和H30系列的产品更新 分别是H20 Pro旋风版 H20 Ultra旋风版 H30 Ultra旋风版和H20 Ultra Mix H20 Ultra Station和H30 Ultra Mix 价格区间从2899一直到4499 来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 H20 Ultra旋风版的评测 这款产品属于H20系列的旗舰 H20 Ultra旋风版的测试评分是7.72分 目前排名第三 评级为优秀 那这款产品带有100摄氏度的 废水生存主洗 和瑞士PPA的割毛指认 并且这个割毛齿刃和横压的疏持 正防转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主动式切割防缠绕的系统 实测这个系统的防缠绕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洗涤机支持180度的频导清洁 过氧化清除菌等等的功能 配置也比较高 虽然增加了很多的功能 改进非常的大 那作为H20系列的顶配 这款洗涤机的售价也并不高 618 3099就可以入手 我觉得这是一台性能又好 配置又高 价格也比较有竞争力的洗涤机 那我们在测试方面 洗涤机吸力18000帕 滚刷的转速480转每分钟 擦地边角清洁率达到了95.1% 各种污染物的清理能力也都是不错 那通过PTC加热 75-100摄氏度的热水清洗 高速离心脱水加甩干 75摄氏度的烘干 实测自清洁之后 滚刷滚刷的盖吸口处 基本上都可以自清洁干净 续航方面 这台洗涤机使用自动挡 连续工作37.19分钟 也是无需加水 可以实现水电的同续航 而且烘干5分钟就可以完成 双向电动助力也比较好用 这款产品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产品 另外我们评测过 Dreamy的H40 Station 这款产品评分7.9分排名第二 Dreamy的H30 Ultra 这款产品的评分7.54分排名第五 还有Dreamy的H20 Ultra 这款产品评分7.17分排名第十 还有Dreamy的H12 Pro Plus 这款产品评分7.08分排名第十一 那这些产品综合体验也都不错 我们也都给出了推荐的评级 这里我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 H20和H30系列的产品差异 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这个 来选择Dreamy的产品 一般来说 Pro结尾的机型 会在涡水处理杀菌宏关方面 有功能升级 Ultra结尾的机型是对应型号的顶配 Mix就是一机多用 还有吸尘器的功能 而Station就是带有上下水基站 比如说H40 Station 旋风版则主要是增加了割毛齿刃 具有主动切割防缠绕的系统 我建议在Dreamy的产品 今年大家首选H20 Ultra的旋风版 那如果你预算足够 H30系列的H30 Ultra旋风版 增加了2000part的吸力 带有LED的照明底刷 支持固页分离 以及有更好的续航 我相信它的体验会更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米家 米家无线洗涤机呢 由于采用代工的模式 像Dreamy 石头 顺造 山川 都给米家代工过产品 不过洗涤机这个品类呢 比较新产品呢正在快速的迭代发展期 代工模式啊 现在看来呢 还不太能追上行业最新产品的性能 那米家呢 今年发布了无线洗涤机3 Pro和3 Max 我们呢 已经完成了米家无线洗涤机3 Pro的评测 这款产品呢 售价1899 我们的测试评分7.19分 排名第9 这款洗涤机呢 升级了60摄氏度的热水自清洁 支持全链路的电解水除菌 而且呢升级了毛发防缠绕的系统 产品呢又顺造代工 在这段产品上呢 我们其实测试到比较高的清洁的温度 3 Pro有一个比较大的加热条 来提升清洗时候滚刷的温度 不过呢 它的耗电量相对较高 那单次耗电要达到0.2度 我们测试当中发现呢 这款产品在防缠绕 固液分离等方面做的都是不错的 不过洗涤机清洁完之后啊 如果提着回底座呢 会有遗产的现象 我们刚才说过 在今年云金S2上已经彻底解决了 那像Dreamy H20 Ultra的旋风版 也有不错的表现 此外呢 在自清洁方面啊 底座上也容易残留污渍 那我觉得差不多的价格啊 其实还不如去选择云金的SE Max 当然米家无线洗涤机3 Max 也快发布了 那主要采用五合一的设计 类似于Dreamy的MIX系列 以及多用 综合来看啊 米家无线洗涤机3 Pro和3 Max 都是不错的产品 如果你想买一台米家品牌的洗涤机 那我觉得这两个型号也是可以入手的 接下来是天壳 天壳洗涤机市场的占预率啊 是比较高的 虽然我们说今年云金和追密 新发布的产品性能更强 但是我相信啊 下半年天壳呢 也会有更加强大的新品发布 天壳的产品线啊比较长 简单来说呢 从经典的2.0 Pro LED 升级到软包电池之后 就是天壳2.0 Pro LEDC 从这个型号出发 Wapper改进了高温热水洗涤 高温雏菌和速干 Booster增加了双助力 改进了续航 那Booster Pro呢 涵盖了Wapper Pro和Booster的升级 比如说是LED灯 滚刷升降席 双助力和续航的提升 那其实呢 我们主要来关注的应该是 2023年年底推出的Stretcher 是在Wapper的基础上 实现了180度躺平清洗 天壳呢 基本上是排列组合的思路 我们评测了天壳复外Booster Pro 它的综合测试得分7.63分 排名第四 天壳Full One Stretch 它的综合测试得分7.29分 排名第七 还有天壳的Theris Pro Station 它的综合测试得分7.21分 排名第八 这三款产品呢 我们都给予推荐的评级 我们呢 主要以天壳Full One Stretcher 来看一下天壳的产品力 这款产品呢 2023年12月推出 终于实现180度的躺平清洁 配置上呢也全面的提升 平挡柱最高不到13厘米 自清洁系统保持了全链路的烘干 2分钟的自清洁 5分钟的速干 清洁上面呢 各项污渍的清洁效果也都不错 自清洁的效果也很好 那我们测试发现呢 洗涤机在180度躺平模式时呢 水汽分离做的是比较好 没有漏水的安全隐患 直通风道也保持了足够的力度 脏污回收的效果呢 也并没有受到影响 剂头盖板虽然不能像 Booster系列那样自动升降 但是依然实现密封全链速干 毛发防缠绕方面呢 采用了平板刮条 加上导向槽的设计 实际毛发防缠绕的效果呢 也不错 这台洗涤机呢 清水箱800毫升 污水箱720毫升 擦地用水呢是比较少的 续航全程啊 不需要加水 可以做到水电同步续航 污水箱呢 采用物业分离的设计 经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清洁各项污渍 刚才说过效果都非常好 自清洁也非常好 不过呢 也存在着干湿分离不太彻底 清洁完提及洗涤机 会有水渍残留的问题 如果你想选择天壳的产品 我的建议是 这台F1 Stretcher的性价比 是比较高的 天壳的型号呢 相对复杂 也有像Mix这样多合一的型号 还有各种真真减减的型号 我们呢也及时会更新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态 纵观2024年洗涤机的新品 云津 Dreamy 在体验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天壳和米家 一个凭借高配置 一个凭借高性价比 也有不错的实力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提到的 并且推荐的 这是一款产品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找到蓝链 大家在选购洗涤机的时候 可以从是否支持180度平坦清洁 是否有彻底干净干燥的资金系的方案 是否支持过夜分离 是否漏液 毛发是否防缠绕 那水电是不是同续航 使用是不是轻松 等多个维度 重点考虑下自己的需求 然后从我们的推荐产品中 选择合适的产品 那相信你会买到一台 还不错的洗涤机 OK 以上就是本期家庭清洁系列的 洗涤机选购指南的全部内容 我们还有628扫地机器人的选购指南 也欢迎大家去收看 那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